2024年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在1月13号揭晓 赖清德、萧美琴赢下政府领导人选举 民进党将在未来四年继续执政 多位大陆学者接受中青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民进党在蓝白和破局中艰难保住基本盘 但未来会遭在野力量较大制衡 赖当局施政不会平顺 两岸关系方面 赖清德上台对台海局势的影响毋庸言 大陆绝不会给台独分裂势力留下任何空间和机会 这次民进党赖上台还是多种因素 叠加共振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民进党八年执政导致岛内社会 特别是年轻时代的一些以美抗中 这些民意有相当的四场 60%的民意希望下架民进党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这次国民党与民众党 这个蓝白河的破局 导致了这个非绿的力量 这个未能有效整合 这次是赖清德 还是从这个蓝绿白三足鼎立的 这种竞选格局中 这个鱼勇得利 当然再加上这个民进党选战最后 这个所谓的 一枚反中抗筒牌炒作大陆借选 互打泥巴战 但是这些泥巴战 转移了民进党这些 弊案出文的 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主任刘国申认为 相较过去两次民进党候选人 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胜出 此次赖清德的得票率明显下滑 由于中国国民党与民进党 在立法机构习次接近 而台湾民众党相较上一次选举立委 习次明显增加 专家研判 选后 台湾民众党将在立法机构 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 观察此次选举反映的台湾民意变化 专家表示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人是岛内对于两岸的主流民意 大多数民众都期待建立 稳定友善的两岸关系 对赖清德本人 民进党的执政能力 及其伊美抗中路线均存有疑虑 其实台湾老百姓看得很清楚 台独就是一场骗局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我觉得是 首先是就是 赖清德当局 他的台独的执念 幻想 以及他的这个施政方向与政策 必然会进一步加剧 这个原本已经缺乏互信的 两岸的紧张关系 他的上台就是会强化两岸的 对立对抗 会使这个两岸关系的不确定 不稳定的因素 不增加 失控的风险也显著上升 在投票前 全球的一个知名的风险咨询机构 他就将赖清德啊 列为最危险的朋友之一 所以可见啊 赖已成为破坏 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者 朱伟东认为 未来四年 民进党籍赖清德的台独冒进政策 会受到多方牵制 当然更重要的是 大陆啊 绝不会给台独分裂 留下任何空间和机会 我们讲台独就是意为之战争 加速台独就是在加速统一 相关专家表示 大陆应做好台海风险管控 运用工具箱打击台独 推进和平统一 同时扩大两岸交流 把融合发展做实做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